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9年3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 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 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那些遭披露的知识分子和教师 全下放的武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了人体建农村真实生活 并向贫下中农学习 日出夜息 担负着力所南极的重度体力劳动 谁都知道武器干校名为学习 实为处分 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之轻 则被送去上山下乡 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8月发起城市终身挖洞 以作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 北京市下挖住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 可以容纳下 所有北京市民 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519工程 就在这时 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要我思考以后回答 毛说 你想 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 南面是印度 东面是日本 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 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 那么 中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同他说 我回答不出 毛说 日文后面实际上是美国 可是东面的美国 离我们远得很难 我看 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 叫做远交进攻 我说 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口诛笔伐 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 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 美国同苏联不同 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 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了 此人是个老右派 老反共分子 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 右派讲实话 不像左派心口不一 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王中心弦谈时 也谈到毛的这番话 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 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后 中美关系持续忽存敌意 中国认为 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 对美帝从未稍缓辞测 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 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松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 尼克松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 罗马尼亚总统习奥塞斯库给毛带话 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 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 毛与尼克松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 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这是亚洲战争体系 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 对苏联还以颜色 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 打苏联可容易得狠 1969年12月上旬 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 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 在开幕的酒会上 美国驻波兰大使 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表示 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 毛批了同意 这个文件给我看了 毛说 中美在华沙会谈 自1958年停止 到现在已经11年了 现在可以重达古令开张 认真谈一谈 看来尼克松有诚意 几次他带话来 愿意同中国对话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 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 我告诉毛 文化大革命以后 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 所以 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 毛年纪日大 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 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 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 我们就这么蠢 自己将自己捆入手脚 你写一个定外国杂志的报 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 毛对我说 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 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 并举兵帮助北约 中美关系是在台面下案例展开 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 美国进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 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 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跃行不满 九大结束后不久 我在一趟南巡中 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有翁东兴率领的8341部队负责守卫 即使人数却有增加 也不容易觉察出来 对我来说 从真值总场回忆组后 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 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毛仍然过着她的一如既往的抑郁生活 1969年5月 毛又出巡 一路到武汉 杭州和南昌 招待所的服务员 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 这次南下 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 成了毛的密友 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 绍兴调来 充任毛的服务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 奉行解脱的生活纲领 但党的教条越到的话 毛主席的私生活 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指使之外 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寻哨 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 军队军官后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军人 从武汉 杭州到南昌 上自省领导 下制服务员 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 很怀疑这种做法的动机 他同我说过 搞这么多当兵的来做什么 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 毛自然痛恨被监视 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 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做大的不满 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 汪说 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军队搞军管之所 独了各级的领导权 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 警卫局没有军管 可尚穿上军装 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 但他不相信毛 林两人关系 已渐渐出了裂痕 1969年11月发生的一村小事 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 9月底回到北京 住了不到两个星期 10月上旬出发到武汉 10月下旬起 不断有寒潮南下 气温骤然下降 到11月中旬 已经很冷了 我从多年经验知道 不开暖气 毛一定会感冒 但他不同意 认为室温低 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 这时 汪东兴因病 回北京住院去了 张要辞怕负责任 打电话给一群 让一夜将这件事告诉林彪 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 毛一言未发 似乎不置可否 等到张出去以后 毛对我说 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 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 拿来当成圣旨 从这句话 明显看出毛对林 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11月底 仍旧没有开暖气 毛感冒了 不肯让我治疗 于是 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 急性发作 不得不接受治疗 毛很快恢复了 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 写明这次生病的缘洗和治疗经过 他说 这个报告是说明 我这次生病 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 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 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 日行密切而一律重重 我警告过汪几次 但他不以为然 汪对毛绝无二心 但汪野心勃勃 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 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 以扩大势力 在文革的风声克费中 汪意图与林共国关系是招了其 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 林曾说过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 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 这次 着这次 有什么关系 也不会再应该 提问 不能再受 预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